接着就让我们谈谈朝鲜白瓷特别的地方吧 第一 不会刻意追求端正的气形 保留自然烧制的美感 所以朝鲜白瓷并没有制度化的生产链 第二 朝鲜白瓷极小出现大型气敏 或是上下结合的瓷器 因为朝鲜的瓷土粘着度不够 收缩率也不平均 所以没办法完美结合 第三 虽然朝鲜白瓷通通都是白的 但只要认真看 会发现每个白都不太一样 你说什么白 大致可以分成灰白、雪白和清白 会有这样的变化 是因为每个时期的瓷土品质和制作技术有所不同 朝鲜白瓷的气形通常较为单纯 所以常以静诱法施诱 整个泡下去 绘制方面则大多使用右下彩的技法 像是用氧化菇为原料的青花 氧化铁的铁化 和氧化铜的橙纱 此时的气物多出于宫廷画家 比例囚禁有留白 具有朝鲜独特的韵味 艺术价值高 朝鲜青花白瓷的青色较为淡雅 不像名仇的那么浓厚 一开始 朝鲜还是走以模仿中国的青花瓷为主 但不久便省略那些复杂又废工的纹路 倾向写意性质 最后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特色 像是用松竹梅等等的植物与鸟类搭配 少数保有涂鸟化的纹饰 像云龙纹、唐草纹等 铁化白瓷 古时称时间朱砂器 顾名思义就是在白瓷上用含铁的原料画画 最后上一层透明的柚再拿去烧 前面也提到 因为铁料比菇料容易取得 有逐渐取代青花白瓷的现象 大约在16、17世纪达到发展的高峰 有青色、黑色 当然也少不了红色 沉沙白瓷 是12世纪在高历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类型 成朱点杀器或鲜红杀器 但朝鲜时代瓷种瓷产出比较少 大部分是由民谣所产 品质不一 图案常为葡萄、莲花、松鹤、山水等 简粤洒脱的纹样 后期甚至出现了超级厉害的 幼、李三色 也就是青花、铁化、沉沙三折混搭 装饰性很强 可以反映出朝鲜后期也开始追求华美的趋势 最后一种装饰手法 左右下彩地 是在磁胎上涂满彩料 在上右烧制 包括蓝地、红地、河地 色泽通常不均匀 且留有刷痕 有人推测 这种艺术风格可能是要模仿 清朝的单色幼瓷模仿不成 而产生的意外效果 最后我们来引用一下韩国美学家高玉谢的话 韩国美术是个性的美术 或者说是非天才创造的美术 其道真是无技巧的技巧 无计划的计划 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观 但是那种浑然天成和素雅纯净 是朝鲜白词的魅力所在 所以现在是有要进姚长吗? 因为像我这种美女的身份 应该是不能进去的 当然没有啊 姚长在韩国也是智障嘛 因为制作单位应该也付不起嘛 这段 哦 所以我们自己时间差不多了吗? 董哥现在可以演吗? 当然还没啊 你不觉得我们刚刚都没有看到任何有关瓷器的作品吗? 所以这个很重要吗? 因为我个人没有不要在乎这件事? 有啊 朝鲜白词还是有很多很棒的作品啊 而且在朝鲜时代 很多人都会把白词视为二点范 OK 不了不了 我们现在来看这块的那些鸭 说了这么多朝鲜白词的知识 最重要的还是亲眼看看瓷器本身 欣赏它的外形 感受器物的温度 下面挑了六件别具特色的白词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件大约是十八世纪后半的作品 对这件纯白词的第一印象 就是气形和精细雕刻过的瓶身 分别是牡丹 梅 竹 橘 四种植物 主体部分由瓷板结合而成 纹样则是先用泥条塑形再用尖刀处理细节 斜面的肩部精致简朴的设计 使得整件作品更显优雅 第二件是白词透雕莲花纹盆台 这件透雕的白词是用来放置花盆的架子 瓶身雕绘的莲花 第一眼看来可能略写简单 但实际上这样的设计生动展现了叶片的韵味 棉叶的幼经过特殊的蓝染处理 花头上还有小圆点 我们可以从此推测这是16世纪的作品 同时也显示陶工在制作上的细腻之处 青花 梅竹纹 怪 这件青花是官邀的作品 瓶颈处诗以如意纹 瓶身则绘上了梅树和竹子 竹部也画上了连半纹 瓶身的设计虽然交错复杂 却不失其美感 从整体看完全是一幅精彩的绘画 瓶底处有名文辛丑二字 可以确定是一件15世纪晚期珍贵的官邀青花白词 这件作品 铁杀 竹纹 怪 以质朴的笔触完美捕捉竹子的神韵 气形宽口 圈竹小 腹部饱满 曲线圆滑 有个可爱的别名 叫蒜盘珠 铁杀的装饰手法流行于沽料不足的17世纪 擅长表现大胆随意的画风 第五件作品是18世纪中期的 《沉沙松赫文 冠》 以含铜色料绘制 在湿透明又烧制而成的作品 因恰当的烧制时间与成熟的技术 成功的生成明亮的红铜色 歪斜的瓶口和肩部的两条圈线 是沉沙白茨的典型特色 瓶针的图样都是魏尼草图而直接绘上的 格外自然生动 但此间作品最特殊的地方 为单脚站立的鹤 在白茨作品上相当少见 最后一件白茨扁胡 是16世纪的作品 这种器型可以追溯到星罗时代 瓶身扁平、短颈、矮圈足 17世纪出土的则是长颈、长圈足 两种有明显的不同 推测是把两片唯有弧度的陶板结合而制成 除了底部稍有破损外 仍是件优雅细致的酒器 总而言之 无论是何种白茨 它的素养、简单和极简的现代性 一直到现在 对韩国的艺术家 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好了 我会不会堆满在桃子那一家里 毕竟刚刚有些作品 是我看完就非常想买的 长颜白茨是尽量尝尝非常好 你做给它的艺术意义 跟文化意义都非常的崇高 好了 我是觉得男是少见我 我还刚刚很高兴 毕竟台东西部送的 应该没什么经济吧 对吧 我觉得你不是觉得 你不要在你婆婆的食物里面下肚 就很了不起了 没有 后来我是真的非常爱我婆婆 我对她的爱甚至超过对我妈的爱 太无耻了 居然没有说我婆婆懂的地步 你们这一条是陶瓷 没有我婆婆是非常爱看韩剧的 你知道来自星星的里面 摔破那个陶瓷 就是还没我的白茨 我真的吗 今晚如此我还是非常担忧你 你婆婆的人身安全 那我们这集结束了 谢谢大家